不过昨天新增1275起冠病确诊率是两个月以来的新低 每周感染增长率微跌到0.72 另外再有三名患者病逝 昨天通报的1259起本土病例当中 1228起属于社区传播 31起来自客工宿舍 其中60岁级以上的年长者有167人 12岁以下的确诊孩童则有126人 目前共有1251人住院 在普通病房抒养的有206人 在加护病房当中 31人情况不稳定 需要密集监测 还有55人病危 正在接受插管治疗 目前加护病房的整体使用率是56.8% 昨天因为冠病病发症逝世的三人 年龄介于69岁到74岁 所有的死者都有潜在病症 死亡病例继续成下跌的趋势 也写下自10月7号以来的新低 累计死亡病例是681起 本地三个大型感染群持续扩大 但是新增病例有所减少 位于后港的安老协会感染群 新增两起病例 累计的27起病例 包括三名职员和24名住户 宁古巴鲁太平保健疗养院 和蔡氏仪康医疗保健和护理中心 也各天一起病例 累计病例分别达到33起和36起 完整的同线